但以礼书 但以礼书故事的背景是巴比伦第一次攻击耶路撒冷之后 他们掠夺了整座城市和圣殿 并掳走一批以色列人 其中有四位是大卫家的王室成员 包括但以礼 他后来被称作伯提沙撒 他的三位朋友 你可能听过他们的巴比伦名字 分别是沙德拉 米沙和亚伯尼哥 这卷书讲的就是他们如何在征服者的土地上 努力持守自己的盼望 这卷书的结构看起来很简单 1到6章是讲但以礼和他的三位朋友在巴比伦的事 7到12章包含了但以礼看见的未来意想 但是这种二分结构因为另一种书写特色而变得很有意思 这就是但以礼书的语言 书卷开头用的是西伯来文 这是以色列人的语言 2到7章用的却是亚兰文 这是一种与西伯来文相近的语言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众多古代帝国中被广泛使用 8到12章再次使用西伯来文 这个结构显示了2到7章是一个连贯的部分 也凸显了第2章和第7章对于理解本卷书后面的章节很重要 来一起来看看这卷书 第一章介绍了这卷书上半部分的主要冲突 但以礼和他的三个朋友大有智慧和能力被选入巴比伦王宫 在王面前服侍 但他们要被迫放弃犹太人的身份 生活饮食都要像巴比伦人 而这违反了犹太人写在律法书上的饮食规定 所以他们拒绝这么做 即使冒着生命危险 也选择忠于犹太的律法 但神拯救他们 他们最终受到巴比伦王的提拔 接下来是亚兰文的部分 可以看到一个很精彩的对称结构 首先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 结果只有但以礼能解梦 这个梦是关于一座巨大的雕像 由四种金属做成 代表一系列的国家 金头就是巴比伦 但接着有一块巨石飞来 砸碎了这座雕像 它就变成了一座大山 这卷书包括很多象征性的异象 这个梦是第一个异象 表现出所有异象共有的基本情节 但以礼说 这座雕像代表巴比伦之后 一系列的人类政权 他们将用暴力统管神的世界 但有一天神的国度会降临 让世上傲慢的王谦卑下来 然后神会用公义来医治和统管这个世界 随后第三章讲述了一个有名的故事 就是但以礼的三个朋友 拒绝敬拜一座巨型雕像 他和第二章提到的那座雕像一样 代表巴比伦王和他的王权 于是但以礼的三个朋友遭到迫害 被扔进烈火中 但神救他们死里逃生 王爷提拔他们 并承认他们的神是独一真神 接着的两个故事是关于两个巴比伦王 父亲尼布贾尼萨和儿子伯沙萨 他们都对自己的帝国权利充满骄傲 同第二章一样 神再次透过梦和异象来警告他们 也像第二章一样 只有但以礼能解梦 他说两个王都要在神面前谦卑 可惜这两个王都很骄傲 抵挡神 结果尼布贾尼萨王失去了理智 像田野的兽一样生活 后来他在神面前谦卑 就恢复了人性和王位 相反 他的儿子伯沙萨王 不愿意向神谦卑自己 结果当晚就被人刺杀了 这两个故事选取了创世纪一到二章 和诗篇第八篇的异象 都提到人有神的尊贵形象 神赐给人权柄 代表神管理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而真正的王是神 但是当人建立的国度 忘记了这一点 当人悖逆 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当成神 他们就会变得不像人 而像凶暴的野兽一样 最终要面对神的公义审判 然后是第六章 这一章和第三章相呼应 这一次轮到但以理被迫害 因为他拒绝把王当作神来敬拜 像朋友们一样 但以理也被判死刑 并被扔进狮子坑 但神搭救他脱离野兽的攻击 结果也像朋友一样 王提拔了但以理 并且赞美他的神 我们来看第七章 这一章与第二章呼应 并且是这卷书的中心 汇聚了所有的主题 这一章又记载了一个异梦 不过是但以理的梦 有意思的是 他没法自己解梦 直到一位天使解释给他听 他梦见四只巨兽 第一只像狮子 第二只像熊 第三只像长着翅膀的豹 每只兽都象征一个高傲的王朝 而最后一只是个超级猛兽 代表一个极其邪恶的王朝 他有很多脚 旧约经常用脚象征君王 其中有一只特别的脚 代表一位骄傲的王 他高举自己在神以上 并逼迫神的子民 他们对应人子这个人物 他既象征了与神立约的百姓 也象征着大魏家兴起的王 被称为亘古常在者的神 忽然临到 设立他的宝座 摧毁了这头超级猛兽 高举乘着云的人子 人子坐在神的右边 和神一起作王 同管万国 现在来看看前半部分的故事 是怎么连接到一起的 三个在迫害中持守信心的故事 是为了给在列国中受苦的神的子民 带来盼望 但他们受苦是因为人的国背弃神 成了兽 所以这些异象就是勉励我们要耐心等候神国的降临 统治我们的世界 为他受苦的子民辩护 但神究竟什么时候才会这么做呢 最后的三个异象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第八章 但一里看到了另一个异象 是关于第七章最后的两只兽 有一只公绵羊 象征马代 波斯帝国 还有一只公山羊 象征古希腊 公山羊 生出好多只脚 其中一只脚 象征着第七章里那个邪恶的王 我们读到更多关于他的事 他会攻击耶路撒冷 高举自己在神之上 用偶像亵渎圣殿 不过最后他会被神消灭 神会提升他的子民和他的国度 在第九章 但一里感觉很困惑 特别是不知道这一切何时会发生 于是他查考耶利米书 神说以色列的流亡只会持续七十年 到但一里的时候 这七十年就快结束了 所以他恳求神快快实现他的应许 但是一位天使来告诉他 因为以色列仍然犯罪和背逆 他们流亡和被压迫的时间 将会比耶利米预告的延长七倍 但一里为此非常哀伤 这时他看到了最后一个异象 我们再次看见前面提到的一系列王朝 波斯 希腊 亚历山大大帝 然后是一些较小的王 最后一个是北方王 他会攻击耶路撒冷 在圣殿里竖起偶像 高举自己在神之上 但忽然之间这个王就被消灭了 这些异象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后人始终争论不休 有些人认为 这个异象与公元前一百六十年 叙利亚王安条克的恶行有关 他在耶路撒冷杀害了很多忠心的犹太人 并在圣殿设立偶像 也有人认为 这是指向后来的罗马帝国 耶稣被他们处死 耶路撒冷和圣殿在公元七十年被他们毁坏 还有人认为 这个异象将在耶稣再次降临时实现 问题是 这些象征和数字与任何一种看法都不完全相符 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可能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看法都对 但以礼书的目的是为将来所有神的子民带来盼望 在安条克王朝及后来的日子里 这卷书确实为神的子民带来了盼望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用但以礼书的景象来描述和对抗 他在耶路撒冷遇到的暴政领袖 启示录作者约翰也会借用但以礼的异象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帝国 和将来所有的暴政帝国 但以礼书的重点是所有的后代读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一种模式和一个应许 这个模式就是当人尊容自己的权利 擅自分辨是非 不承认神是真正的王时 人类与人类的王国就会变成凶暴的野兽 而但以礼预言 有一天神会摧毁这些野兽 让他的国临到万国 拯救他的世界和他的子民 所以对每一代人来说 这卷书都传达了一个盼望的信息 鼓励人们持守忠心 这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